好,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抽球問題 那抽球問題呢 如果說帶子裡面有一些不同顏色的球 你要算最後取出來 最後取出來是什麼球 這比較好算 那比如說有 N個白球 N個黑球 K個紅球 然後你說A的米 紅的米、A的些球的機率 好,那你就看黑跟紅就好 這 紅的比較清楚 其實是有比較會選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在選擇的時候 最後你會講是黑的 那就可能是紅的比較會選 那就是 黑的比較會選 就是黃先選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在 對於紅跟D來看 最後的這顆球 只要是 黑球就好 那黑球 表示最後這顆球是黑球的話 那個是紅跟D 黑的比較有球 那黑的比較有球 那黑的比較有球 就是黃先球 一絲壓 好,那 紅跟D總共幾個球呢 黑球N個,黃球K個 所以 我跟D最後一個 不要出現 黑球 不要出現 紅球 紅、黑 先選 這個 這個 不要出現 選 就是最後一球是黑球 那最後一球 黑球 整分他有N加K的 然後 黑球 所以他要 說到 最後一球 要 黑球機會 就N加K分之N 那你當然 你可以比較在N加K分之N 可以比較去哪裡 這怎麼可以 好,那方法都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 第二個 這比較難一點 就是說 三種球 或者很多種球裡面 那 第一個有最新球 那我們剛剛講過說 欸 新球不好算 後球比較好算 那 有三種球 黑的新球 那最後那個就是什麼球 對不對 不一定是紅球 不一定是白球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白的比黑的新取完 其實就是黑的比白後取完 跟剛才這個一樣 黑的比白後取完的時候 那 這個是黑跟紅的比 黑的比紅的後取 後取完 後取完 所以我們有一些新取完 那這兩個都不是我們要求的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黑的新取完 那這兩個都是黑的比白後取完 都是不對的 所以你要用全部去扣掉不對的 那什麼是不對的 不對的就 黑的比白的新取完不錯 黑的比紅新取完不錯 所以就 因為A或B都是錯的 所以A或B就得A加B減在一起 所以就什麼 供給E去減掉 全部去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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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的話 就黑的白的候取完 那就是 A跟白來比 A跟白來比 M跟N 那最後 要黑人候取完 最後是N 所以N加N分之N 所以就 N加N分之N 同樣的,如果是黑二比紅的後取完 黑二跟紅是,就這個 就N加K分次,N加K分次 那這一個最後一個是 黑二要比白的後取完,也要比紅的後取完 那簡單就是這三種球 三種球的最後一顆球是黑二的 那三種球總共有M加N加K分次 最為了黑的,黑的有N加K分次 這樣子算就可以了,我們來看個例子比較清楚 好,比如說在前面有五紅、三板、四黑 每個球都有機會一樣啊 那取後不放尾,也取後位置 那黑的先取完的機率都少了 好,這個就是三種球 黑的最先取完 那黑的最先取完就用全部去擴散布核 不同的就是黑比紅後取完或黑比白後取完都不對 黑比紅後取完的話就是4加5分次4啦 黑比白後取完就是4加3分次4 那黑的比這兩個標後取完 那就是4加8加3分次4 最後一個球是黑球 這樣可以嗎? 好,跟這個一樣就是 黑球很可 那不是黑球的,他比他多多少 比他後取完,他就是最後一個球是黑球 全部這幾種球加起來分次 黑球 好,那現在有兩種球 就接了 那三種球的三個 立刻將上終點名單交易修處 107、108、110、201、202、204 好,請聽分別的問題 由這兩個勝率相當的壞 好,那下列攻擊部長 立刻將上終點名單交易修處 好,那先勝分取得贏的話 他增補一步中斷 那就會有多少 這樣就算了 好,那這種啊 就是說,你要比 譬如說 只要贏實力相當,贏三,勝三取得就贏了 那勝三取的話 最多分別的局 一定會載出勝三取 就是說,你比五取裡面 一定有一個人要勝三取 好,最少最少 就通平均的時候 就兩勝兩敗 但是最後一個一定要贏 所以你在二恩-一取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 最少會有恩取 那最少勝的恩取 那就一定會分出勝負 比二恩加一取一定會分出勝負 那你就列出這 這個恩加一取的勝負取數 去算也可以的 好,那這個其實是重複試驗 好,那就算他實力不相當 你重複試驗也會算 好,我們來看這個文化 用這樣想法會比較好 你用到掛那個書狀 會掛好久 這個方法很好 好,比如說 先勝三取者勝 會贏的 一萬六千元 那現在解雅已經勝一取了 但是應付中斷斷賽 那解雅應該得到獎金會上 好,那我們知道 剩三取,所以比五取 就可以分出數 那比五取可是假已經勝一取了 那又要求假 贏,對不對 那已經勝一取 所以他只要後面 一取之後還有四取 這四取他只要在贏兩取 他就會贏 只要在勝兩取 他就會勝三取 所以他可能勝兩取 後面的四取可能勝兩取 可能勝三取 可能四取都勝了 就有分這三種情況 那如果他勝兩取 就表示他敗兩取 勝兩取 意思就是敗了 也敗兩取 勝三取就是勝三取 不會敗一取 敗了也要忘記 所以他可能是 西四取四 四取裡面 他勝的幾率是二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的四次法 那可能勝三取就是西四取三 他勝的幾率二分之一 瓜二三次法 那不勝的幾率也是二分之一 那不勝的是一 就是四加三 但是再來可能勝兩取 西四取二 二分之一二 然後敗的幾率也是二分之一 然後最後乘上你的總獎金 你的總幾率乘上你的總獎金 就是你白得的金 這樣我們來算會比較好算 這個可以不用畫書中 因為你畫書中有時候會不小心對調 不小心算錯 這個比較不會 非常容易算 假如說你還可以拿它 譬如說這個勝的實力相當會有什麼概念 假勝的幾率是四分之一 假勝的幾率是四分之一 然後或者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然後這個地方就四分之三的四次法 四分之三的是三次法 四分之一的一次法 那這個也是四分之三的比方 四分之一的比方 好 三次去算就可以 OK 三次一次法 結果完整 明白嗎 好的